大家好,我这里有一颗奶油木瓜 这是在网上购买的 可能是引进的一种品种 好,最近没有给它继续搬回一个碧莺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冻害了 虽然太可思了 当时购买的时候 这是以180块钱的价格购买的 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购买 然后回来给它进行摘种 最近就出现了一个冻害了 经过短短的时间 这里摘种的比较的粗壮了 这个主干了 而且这叶片也是比较鲜艳 比较的饱满 比较的茉莉的 就是刚才说的 出现一个冻害啊 太可思了 吃一点肥 能不能够把它旧活化来 施肥的话呢 建议使用这种高纯度的零甲肥 因为零甲肥呢 它是可以抗冻的 还有防护的作用 促进根系的生长 防止叶片 倒伏 毁练的 然后呢用到一个喷雾 给它进行喷雾就可以了 大概呢就是放到一勺 一勺就可以了 一千毫升就可以了 用到一勺 只要这样坚持给它每三天喷洒一次 直到呢 它恢复油力了 就可以给它停止喷洒了 因为呢它出现冻害了 就是给它做喷洒就可以了 就是用一些高纯度的零甲肥 给它进行喷洒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